我覺得她這種不信任是對我這幾年讀的所有出一個推翻 我覺得有點失望,而且有點生氣 但是沒辦法,我們也不能做什麼 我真的去認真去付出 但是生命這個東西不是說你付出了做個回報的 很多人會覺得很難護死 看到女生的裸體之類的 就覺得會有點澀澀感 但是對我們來說沒有很大距 我叫吳建全 我來自香港,我是一名私心護士 畢業的時候,填大學志願 我就想到底哪個職業往後發展比較好了 感覺好像男護士這個行業 不是很普及,我覺得可以嘗試一下 我剛開始選這個行業的時候 我外婆跟我媽媽是很反對這個 他們覺得男生當這個沒有處死 但是我爸爸他只跟我講了一句話 就是你覺得這份工作人員養活你嗎? 對的話,你就去吧 我就堅持我自己的想法之後 選這個行業 我想用實際行動去方便 而不是說口號 我還第一次去幫忙接生的時候 是在手術台上面的 當他真的把小孩生上來了 我幫他臉上掐血這一刻 我真的說不出了感覺 感覺,原來我這幾年學的東西 終於用得上了 就是我真的能幫得上別人 我當他看到那小孩第一眼 第一眼哭的時候 我真的好感動 真的,就原來沒有過這種感覺 是生命誕生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我這份工作很有意義 有時候我心理壓力會很大 男護士在這個行業上面 他是很被人去關注的 每一個舉動都會成為別人說話的點 你要做得很好 才會被別人認同你 做完手術多久了? 十幾天啊 十幾天啊? 那現在那個傷口還疼不疼啊? 不疼 不疼啊? 姐姐好還是哥哥好? 姐姐好 就在臨床上面 很多女病人會對男護士有點誤解 比方說有一次 幫一個女病人去做一個新年廚房 要解開衣服 她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很多人會覺得 男護士啊 看到女生的裸頸之類的 就覺得會有點澀澀的感 但是 對我們來說 男護士啊 沒有很大距 我們並沒有用男女之間的眼光去看待每一個患者 他們都是平等 他們都會統一 這是我們的工作 這是我們的絕業性去做的 在急速外科的時候 他們很多小孩急速側彎 會做A影 A影就是 在頭上打四個洞 很多啞鈴把它 整個拎起來 急速拉直 有人 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他沒有說這個疼 就放棄他們治療 他們很希望 晚上正常的一樣 他的走路跟我們聊天 很多人會覺得 我們這份工作 見過太多生死了 就已經麻木了 但是 很多不是這樣的 生命 它真的是個生命 它很寶貴的 到這個患者過生之後 很難去平復他們家屬的心情 他們都是圍著去 想抱插最後一面 就是很不忍心把他們趕出去 但是你知道 你要保持你的絕業性 家屬的心情跟你 工作的方法 兩者之間很矛盾 到底你要怎麼取得平衡呢 每一條生命 我們都想把它真的長久回來 問你好 這邊是11指數外科病區 我們尊重每一個生病 無論它是重病 輕便跟 抑制癌症那種絕症 還疼嗎 不疼 那很好 大家都需要了解 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由你們的尊重 才會做得更安心一點 才會吸引更多人去做這個行業 這份工作 它很缺人才 它需要更多人 去服務這個社會 教授